Hello 大家好 我是Jacqueline 上一次和大家尋找櫻花之旅 是不是味夠厚呢? 今集我們會再和大家去找日本的味道 Let's go 說到日本的味道 不知道大家第一時間會想起什麼 刺身 拉面 天婦羅 鰻魚飯 嘩 數都數不準 不過開始這個美食之旅之前 我們要先去一個地方 Let's go 我們去DONKEY 正所謂公肉善其善必鮮利其氣 在我們找美食之前 就讓我們看看美好的餐具吧 這間陶器餐具專門店是由日本人開的 大部分的產品都是由日本製造的 很漂亮 很漂亮 兩個 兩個 兩個文 嗯 嗯 很特別 這個 多少錢 這個是 15磅 嗯 製造的 製造的 嗎 製造的 這是製造的 製造的 製造的 兩個尺寸 這個不錯 這個小一點是10磅 嘩 這隻很漂亮 看一個花 這隻面上是12磅 我覺得這隻也漂亮 這隻也漂亮 對呀 很漂亮 這個我也覺得漂亮 這個13磅 這個碗我覺得非常特別 碗裏面有三種不同的漸變顏色 摸上手又有光滑的地方 也有粗糙的地方 在同一個碗裏面有兩種不同的質感 再看一看碗外面 又有另外一些不同的花紋 想不到這些高質的陶器 在英國都可以找到 這裏的高質陶器 有不少都有兩種質感 三種顏色以上 大家來到可以慢慢選擇 嘩 這個好漂亮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嘩 這間店的名字叫做Docky 土氣 土氣 土氣其實是其中一種粗陶瓷 而我們現在手上這些陶藝餐具 是經過多年的演變之後得出來的 這裏除了碗碟之外 還有不少的茶具 筷子 煲 還有用來載豉油的豉油碟 這間專門店 除了有實體店之外 還可以有online shop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去官網看看 我們都看到有很多實體店看到的貨品 都可以在網上買到的 買滿指定金碼還有送貨 詳情可以去官網看看 買完餐具之後 就去買東西吃了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上一次介紹過 在E0的這間NaturalNatural 除了有日本超市之外 還有魚生店 除了大家看到的這些之外 如果你們開Party的話 還可以跟店主先預約好 究竟你們的預算是多少 以及人數 他們就會幫你們做好Party Set 如果大家去不到E0那邊的話 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還有幾間online shop 可以介紹給大家 第一間就是我也有光顧過的Soldly 買滿70磅就有送貨了 Soldly主要售賣各式的魚生刺身 包括有中拖羅 三文魚 油甘魚等等 除了刺身這些即食的食材之外 大家還可以買些食材回家自己煮的 例如好像三文魚膠 和牛等等 而第二間介紹的就是Wassel Wassel 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魚生刺身可以選擇 它和Soldly最大的分別 就是Soldly是沒有大拖羅的 Wassel就可以買到大拖羅 除了拖羅之外 還有魷魚、三文魚、帶子 各式各類的魚都可以在這裡買得到 除了魚生刺身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的日式熟食可以在Wassel買得到 而我朋友就介紹了一間叫Wallandale 專門賣日本和牛的online shop給我 大家如果喜歡吃和牛的話可以上去看看 它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和牛可以買得到 我的朋友已經在這間online shop買過好幾次的和牛 他們都覺得品質不錯 介紹給我 開箱給大家看看我們之前在Soldly 買了些什麼刺身 送到來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法寶膠箱 再用一個保溫袋裝著食材 我們買了吞拿魚 油甘魚 中華沙律 中華沙律 中華沙律1kg 我們吃了很久 還有三文魚膠 用鹽醃後煎很香 八爪魚的sashimi 一盒蟹籽 一盒蟹籽 再開這個樽魚籽給大家看看 它都包得很好 雖然是一個玻璃鴉 但還有一個bubble籽包著 不過這個樽魚籽很小粒 而且味道都比較淡 我們這次買的吞拿魚是屬於中拖羅 大家覺得質素如何呢? 有朋友之前買過切粒粒的 他們覺得粒沒那麼新鮮 所以我們這次買了一件一件 自己回來切 這次的刺身 我們每款都買了兩份 就讓我們看看製成品 這些魚生食材 我們一共吃了三餐 首先第一餐 我們就是吃sashimi 這次買回來的中拖羅 油脂分布很好 未去到入口即溶 但是以這個價錢 可以買到這個口感 和這個質素的中拖羅 我覺得是ok的 如果讓我選擇的話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吃中拖羅 因為沒那麼流 可以多吃幾件 至於那個油甘魚 雖然它不是腩胃 不過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很好 Jack很喜歡這幾件油甘魚 其實中拖羅 油甘魚 都不是很常見的 在英國的日本餐廳 至於三文魚方面 大家可以放心 在英國吃到的三文魚 其實味道非常之好 另外我們將一些樽魚子 加在日式蒸蛋上面 這個樽魚子的味道沒有三文魚子那麼濃 所以大家可以加多一點 還有再做一些調味可能會更好 而第二餐我們就是把魚生切片 再放在飯上面 我們買的是大大大碗 裡面放了飯和魚生片之後 還可以看到碗邊的花紋 還有碗邊不同的顏色 看上去覺得特別好吃 就像去日本餐廳一樣 我們買的中拖羅和油甘魚 每樣兩件 分量足夠我們吃兩餐 你們看看 日式餃子放在碟上 有沒有去到居酒屋的感覺 第三餐 我們將剩下的三文魚和八爪魚切碎 再拌均勻來拌飯 我之前沒有試過把三文魚和八爪魚 拌在一起做魚生飯 原來那個口感 混在一起是挺好的 魚生飯的好處就是 對於我們這些不懂煮飯的人 都可以秒變大廚 至於這個中華沙律 真的太大包了 我們吃足兩星期才能吃完 下次一定要跟人分 買了這麼漂亮的餐具 當然要做多些日本食物 今次我們做了這個親子湯 配上這個麵豉湯 正所謂 不吃得都看得 一個美食之旅 當然不少就是甜品 WA是一間日式的甜品店 除了E0有分店之外 在Cofengarden也有一間 蛋糕多吸引 除了建裝的蛋糕之外 還有一整個蛋糕可以訂的 E0幾間分店不算很大 堂食的話大概有四張桌 我們那天平日去都要等位 我們叫了一杯朱古力 和一杯荷椒拉蒂 這個也很漂亮 這個也很漂亮 嘩這個 這個表面也很漂亮 這是泰瑞麗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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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芝士蛋糕 兩件蛋糕都很好吃 那些忌廉是又滑又香 而且甜度剛剛好 沒有那種死甜 因為英式的甜品有很多都過甜 我們覺得 今集的日本美食之旅 就介紹著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分享 就要記得給我們一個like 而如果你有什麼日本餐廳 可以介紹給我們的話 歡迎你留言告訴我們 下次再見 拜拜